做出來之後的話要選取 剛剛有講說底下有個這個叫選取物件的這個箭頭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希望2 2你可以點它一下 那怎麼讓它移動 讓它對齊上面呢 其實這個地方以Sale的表單工具 它沒有提供一些像別的開發 就是像什麼VB單內車 那種比較這個這個進階的那個程式設計工具 它可以讓你自動對齊 它可以對齊上面的 那如果沒有怎麼辦呢 提供給各位一個方法 你可以按上下左右 上有沒有 上如果你要讓它往左的話有沒有 直接按左的箭頭 不過還是沒有說很理想 但至少你可以調整 比如說3要調整跟2一樣的話呢 可以再向右 向右稍微調一下 然後往下往上有沒有 稍微利用這個方法的話呢 5往左 大概兩個 那6的話呢偏比較多 往下有沒有 然後再把它移到向左 就利用這樣的方式齁 可以 可以稍微把它做一個微調 用上下左右鍵做微調 這樣的話稍微移一下 那再看一下哪個間距稍微調一下 3要往下 再往下一點點 自己再稍微調一下 5再往下一點點 不過呢 其實還是很花時間啦 往那邊調半天的話 其實很浪費時間 但是呢至少 它是一個 在ESEL裡面呢 還算比較 也算是一個功能 就是說一個介面呢 你怎麼去做一個 這個跟實用者之間做互動 那再來的話呢 我怎麼知道說呢 到底實用者有打勾齁 我想這裡的話 我直接用完成檔這邊來看 會比較快一點 第一個呢 這個